小春季赛 常规赛的比赛直播现场 我是九春之内 现在见到我旁边的就是来自 WayFound的Shadow 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WayFound战略的Shadow 那今天2比1战胜了XQ 确实可以看到你们这个拉锯战 你们打的也很艰难 XQ打的也很艰难 可以说一下你们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心路历程吗 就那个 就一直 我也不知道 就反正今天挺激动的吧 就挺激动的 赢了 毕竟赢了XQ嘛 对吧 那今天其实最后一场这个极限翻盘实在是太亮眼了 刚好对面在打主宰 思学的时候被Evordor的一个鲁班的2技能给带走了主宰 当时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就是让那个鲁班用2技能试得抢一下吧 可能是我今天左眼一直在跳吧 然后运气比较好 运气比较好 确实就是想尝试一下 没有想到真的中了 接着你们就转手为攻 直接是打出你们的气势 我们拿到大龙就说这把一定是赢了 拿到大龙就一定赢了 确实感觉当时主宰都在帮你们 因为当时他们打的时候所有人都被这个主宰给踮起来了嘛 刚好是一个鲁班的2技能的一个射准 我们第一把也是直接打大龙也是最后一只血被大龙踮起来了 是的 那确实今天这个大龙非常给力啊 那其实今天我们Shadow也用了一手这个不知火舞在第一场的时候打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输出 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关于这个不知火舞的一个操作技巧吗 不知火舞的话最基本的连招的话是先用2技能减速 然后1技能上去再放一个大招 最后如果他没死的话就接一个那个被动 好的那也是感谢Shadow接受我的采访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上微博关注KPL王主任要直接联赛 在置顶微博里面评论 你喜爱的大神可能就会在赛后接受采访到你的问题哦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